美军协同作战无人机迎来新进展 YFQ-44A首次曝光 5月初美国空军宣布正式启动CCA项目的地面测试 同一时间美国安杜蒂尔公司也首次公布YFQ-44A无人机 在加州科斯塔梅萨测试场的视频 YFQ-44A进行地面测试 也就意味着CCA项目进入关键阶段 测试通过前方一片短图 如果测试无法通过 那安杜利尔公司就可以拿根绳进行自我了结了 火力军之所以这样说 原因就是YFQ-44A的外形 基本相当于缩小版的无人F16 这也是其最大的黑点 不过其战力却与大家想的完全不同 既然YFQ-44A进入地面测试阶段 那通用原子的YFQ-42A也跑不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美军将测试二者的推进系统 航电设备 自主集成与地面控制接口 从而降低风险 为首飞做准备 顺带增强飞行员对CCA项目的信心 根据美国空军的计划 首批100架至150架增量一型CCA 将于2029年9月前完成部署 每架F35或F47都将指挥两架CCA无人机 这种有人机加无人机的协同作战模式 能够将有人战机的态势感知能力扩展300% 并且能通过分布式传感器 实现战场信息的实时融合 等到CCA无人机与F47服役 一个基本作战单元的作战半径 可覆盖1500公里的空域 目前美国空军已经选定加州 比尔空军基地作为首个CCA战备单元驻地 不过对于YFQ44A 大多数人的评价都很一般 正常式气动布局 加搭载单台涡扇喷气式发动机 再加上腹部禁忌道与单垂尾 对战机比较熟悉的朋友 看到YFQ44A 估计第一反应就是 这不就是取消驾驶舱 体型小一号的无人F16吗 这点火力军也承认 YFQ44A的气动布局 没什么很出彩的地方 加上仅有6米多的机身长度 没有内置弹舱 无论怎么看 这款无人机都与科技感不沾边 更别说与6代机协同作战了 不过就火力军来说 外表并不能决定YFQ44A的性能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空军 注重成本和风险控制 成熟的气动布局 可以节省很多事情 而且就战地而言 YFQ44A可不像外表那样 平平无奇 无人机的作战性能 主要依靠内在 YFQ44A由安杜利尔公司开发 之前也被称为狂怒无人机 采用常规启动外形 使用三点式轮式起落架 和常规起降方式 装备有一个固定式机附近其道 机长6.1米 翼展5.18米 动力系统则是推力约1.81吨的F444M 最大起飞重量2.27吨 飞行速度0.95马赫 顺时挂载能力可以达到9个G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用起来就不一样了 机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 有效载荷180公斤 可以根据实际任务需要 配备多种不同种类的武器和航电设备 在机头的载荷层区域 能布置直径300毫米的雷达 机身侧面的区域 也可以布置测试雷达 不过考虑到低成本等因素 YFQ44A有一定缺陷 根据2025年3月 美国航空航天部队协会战争研讨会上 发布的图片信息 安度第二公司开发的YFQ44A 不会配备内置单仓 即将使用机翼下外挂的方式 挂载各类记载弹药 比如AM120系列等 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该机的研制生产成本 但也破坏了其自身的隐身性能 而且从体型来看 外挂两枚AM120已经显得很笨重了 对飞行性能影响会比较大 从这次公开的视频来看 YFQ44A的前倾式进气口设计 比早期方案更突出 具备一定的隐身特点 鼻栏层门采用梯形隐身设计 在机身顶部则布置 共性天线阵列与辅助进气口 鼻部两侧设有小型进气口 及网状覆盖开口 只是很遗憾 因为没有内置单仓的缘故 这些隐身设计都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 此外这次公开展示的YFQ44A 机鼻顶部还有飞行测试数据探头 与前向摄像头系统 这仅用于测试阶段 未来服役后 这个位置将安装红外搜索 跟踪传感器 在2024年2月 安杜利尔公司就已经推出 IRST系列低成本 被动红外传感器系统 当然 要聊CCA无人机 只有一个YFQ44A也不太行 还有通用原子公司的YFQ42A 其特点与前者完全不同 YFQ42A是通用原子公司 在XQ67A无人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翼展5.8米 最大起飞重量1.2吨 启动为平直中单翼 加V字布局为一 安装有常规负面层隔板的 大型背负金机口 机头和机身位置 可以根据需要 配备多种不同功能的航电设备 比如小型机载雷达等 这点与YFQ44A类似 为了考虑无人机的通用性 YFQ42A还用了通用底盘设计概念 可以在同一集体框架内 安装多种不同任务的武器或套件 从而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 比如侦查 电子战 对地打击等 而且与YFQ44A不同的是 通用原子公司 为YFQ42A配备了小型内置弹层 可以搭载小型机载弹药 体型小加隐身设计 通用公司这是要玩花的 从设计来看 YFQ42A和YFQ44A 虽然同属CCA增量一型 但具体差异很大 那么从作战考虑 二者各自承担什么任务 就作战性能来看 YFQ42A毕竟是XQ67A改进而来 加上平直中单翼 加微型微翼 以及机身背部的隔板进气口 很明显这是强调中低空突防能力 相比之下 安杜利尔公司研制的YFQ44A 则主打一个参数碾压 0.95马赫的急速 使其成为首款准超音速 无人机作战平台 9G的顺时机动挂载能力 超过多数现已有人战机 不过想要实现这一系列性能 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出取舍 不仅放弃内置弹层 采用外挂武器方式 其固定式机腹进气道 与常规气动布局 也导致隐身性能大幅缩水 从战术的角度分析 YFQ42A与YFQ44A这两种无人机 属于互补的作战角色 在美军这边 这两款无人机 也不是二选一的竞争关系 美国空军已经决定 同时选用 同时量产 在作战任务上 YFQ42A凭借多任务适应性 以及内置弹舱的优势 多用途能力与隐身能力更好 大概会承担一些高风险任务 比如战区渗透 精确打击 电子压制等 集载荷舱可容纳直径 300毫米的雷达天线 完全具备构建分布式 侦察网络的能力 YFQ42A在速度与机动上的优势 也就意味着 该机会成为战机编队的前沿屏障 既能实施高速解机 也可以作为诱饵 消耗敌方的防空火力 按照美国那边的说法 这种隐身渗透加高速猎杀的战术 可以彻底改变传统空战的空防节奏 从作战场景与应用模式来看 YFQ42A与YFQ44A 主打穿透式制空与防空压制 实际作战时 YFQ47可以携带两架CCA无人机 抵达作战空域后 就会派遣CCA潜出敌方防空系统 并通过电子干扰或反复射导弹 破坏敌方雷达节点 为YFQ47与其他编队开辟安全通道 也就是说 将低成本CCA作为诱饵 吸引敌方火力并收集威胁信息 当然 以上这种情况 更多的发生在战争初期 在应对敌方空中威胁时 CCA无人机更多的适用于 分布式杀生与网络化作战 多架无人机从不同高度协同侦查 并通过数据链向有人战机发送情报 提升战场感知效率 结合AI算法生成实实战术地图 最后则是有人战机 决定执行哪种任务 如果想要打击敌方空中力量 则派遣携带AM260等远程导弹的 CCA无人机 扩展战机的火力范围 如果想要干扰敌方通信与雷达 或者保护己方预警机 那就派遣电子作战无人机 除了作战 CCA无人机也不需要高频次日常飞行 就可以保持战备状态 需要的保障人员大幅减少 总的来说 通用原子的YF-KL-42A 注重长航时与自主协同能力 安努迪尔的YF-KL-44A 则通过涡扇发动机强化机动性 相同的是 二者都具备低成本可消耗 与高威胁对抗能力 按照美军的想法 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低成本CCA 来扩大自己在太平洋作战的 装备数量优势 CCA无人机未来将与F35 F47等现役平台协同作战 凭借速度 灵活性 以及成本效益 提高有人战机的作战半径 生存能力 以及杀伤效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二者虽然都表示 自己做到了低成本高性能 但是就技术特征来看 无论是通用原子的YF-KL-42A 还是安多迪尔的YF-KL-44A 都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YF-KL-42A的通用底盘设计 虽然提升了任务弹性 但是平直易扣形 使其最大速度 很难突破0.8马赫 气动布局也比较保守 背负式进气道 虽然隐身能力不错 但很容易进气不良 所以YF-KL-42A 基本不具备 大过载机动能力 在对抗一些 先进防空系统时 生存能力 或许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至于YF-KL-44A 机动性倒是不错 但问题也很明显 由于用的是单锤尾 且没有设计内置弹舱 但要只能挂于 两侧机翼下 这样一来 YF-KL-44A的 隐身能力就下来了 外挂武器带来的 雷达反射特征 同样会影响 YF-KL-44A的生存性能 当然 作为首款 无人战斗机 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很不错了 再怎么说 YF-KL-42A 与YF-KL-44A 都属于CCA项目 增量一阶段 有点小缺陷 也很正常 就目前来看 在基础设计上 二者应该不会出现 太大的改动 等到测试完成之后 就会逐步进入现役 等到CCA项目的 增量二阶段 就会出现一点 不一样的东西 目前 波音 洛马 诺格 雷神等军工巨头 都想要竞标 增量二项目 在技术不断提升的时代 之后的CCA无人机 在人工智能方面 或许会实现质的飞跃 那么CCA项目 能否顺利实施呢 就跟上面说的那样 美军的CCA无人机 其实就是由 人工智能 深度赋能的 半自动无人机 能够与F35 F47等战机 协同作战 通过更换传感器 武器和电子战设备 执行侦察 压制防空 电子战 火力打击等任务 在自主控制上 则主要依靠 天空博格人等AI项目 实现自主编队飞行 目标识别 与战术调整 减少对人工 实时操控的依赖 可以说 CCA项目 就是由多个 小项目组合而成 可靠性有一定的保证 时间跨度也相当长 2015年的时候 美军就已经提出 忠诚料机概念 但直到2025年 CCA项目的无人机 才真正有了名字 期间10年的时间 美军将天空博格人 项目成果 转入自主 合作式平台 通过XQ58A 女武神等验证机 与F35协同飞行 验证技术成果 并于2024年 整合制CCA项目 进入2025年之后 CCA项目 才算进入新阶段 2025年3月3日 在美国航空航天部队协会 战争研讨会上 美国空军策务长 奥尔文上讲宣布 把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与安杜利尔公司 开发了两款 增量一型 CCA无人机 分别命名为 YFQ-42A 与YFQ-44A 在美国空军的 命名规则中 Y代表初步生产型飞机 等到正式服役后 就会移除 F与Q则分别代表 战斗机和无人的意思 在定位上 这两款战机 算是无人战机 并非简单的无人机 这是美军 首次使用战斗无人机 选坠 对机型进行命名 实际使用时 美国空军大概会使用 YFQ-42A 进行对面打击 而YFQ-44A 则更多用于争取制空权 就项目进展来看 二者完全没问题 其研发进度很快 这两款装备 从概念提出 到原型机命名 仅用两年时间 其中通用原子的 YFQ-42A 有XQ-67A这个前辈 技术成熟度较高 YFQ-44A的气动 更是与F-16类似 难度并不高 加上取自天空博客人的 项目成果 火力军认为 地面测试并不难 不过出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 YFQ-42A 与YFQ-44A的隐身水平 都比较一般 特别是只能外挂弹药的 YFQ-44A 虽然体型较小 也有隐身设计 但是在作战时 无法有效隐蔽自身 除此之外 价格也是一个问题 就目前来看 CCA无人机的价格 为F-35的四分之一 大约为2000万美元左右 对于F-35 F-47而言 这个价格不算高 但对于无人机来说 这个价格就很高了 上千万美元的无人机 这也就意味着 CCA无人机 的确可以扩充战力 但损失不起 另一边 虽然美国空军表示 首批CCA将专注于 为空战提供额外弹药 后续型号 可能扩展对地打击 和电子战能力 但该计划 与新型空油平台 生存性加油机 等其他关键项目的命运 仍未确定 鉴载无人加油机的成本 美军也承担不起 就比如MQ-25 平均单价为1.5亿美元 而KC-46A加油机的价格 也只有1.63亿美元 看起来 MQ-25A确实比KC-46A便宜很多 但是这两种价格相近的加油机 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 最终美军会如何协调 我们还暂时为之 但不管怎么说 当1000架CCA无人机 以风群战术 铺满战场空域时 传统防空体系的预警时间 将被压缩到分钟级 有人战机的生存概率 将指数级下降 有人战机 加无人机的组合 的确会成为 未来战场主流 CCA无人机 的确是有必要的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增量22型 CCA无人机 性能会如何发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你吃完 我用这期视频 对 你 静 吃完 你